LG能夠聯手中華電信來帶給所有消費者最極速飆望的體驗 當然為了讓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以及貴賓更深刻地感受到LG G5 Speed 極速飆望的體驗快感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了最近在戲劇表現上面相當亮眼的女神 蔡煌乳豆花 來到我們的現場跟大家分享一下她使用LG G5 Speed的使用心得 請大家熱情掌聲歡迎豆花 現場的長官還有貴賓還有媒體朋友你們大家好 我是蔡煌乳豆花很開心在這裡跟大家見面 好的那今天非常開心看到女神降臨喔 好那其實呢今天來到現場聽說呢是要跟大家分享一個三點不漏的樂趣生活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在戲劇上當然是一定要三點不漏的啦 欸那這個應用在生活上到底是哪三點呢 來媒體的朋友們仔細聽一下喔 好就是不漏速 不漏速度 然後還有不漏美景 不漏美景 對還有不漏電力 喔聽起來應該是在呢我們這個3C的應用上面要做到這三點不漏對不對 好那接下來好好跟大家分享一下這三點齁 好那首先呢可以看到啦這個我們豆花手上拿的欸就是呢我們LG G5 Speed 那有體驗過它的這個行動標速極速標速的快感 嗯有因為其實平常我是不開車的所以我沒有辦法從這個部分體驗到標速的快感 可是呢我拿到LG G5 Speed 真的讓我感受到在網路上的標速快感欸 我覺得它非常厲害的是因為平常可能身旁的工作同仁都會說我是手機或是網路的一個重度使用者 欸其實很多人都這樣 好像是很多人都是 現在人都是呢行動裝置不離身 對或者是拿來要追劇啊 對 又或者是拿來打電動 好玩手遊啊 對可是網路的速度穩不穩定 又或者是快不快 對 對 對我們來說非常重要的 沒錯 那再一支真的解決了我們剛剛的那些問題 好所以呢 就有剛剛就有提到我們3點不漏的 第一點就是不漏速 那這個速當然就是速度囉 所以呢使用呢我們的這個LG G5 Speed 這支特別搭載我們中華電信的3CA 哇真的是速度超級快的 非常厲害 使用起來感覺怎麼樣 喔感覺我覺得 我覺得使用上之後你可能會離不開欸 嗯哼真的 因為速度有很多 因為對我來說 可能因為我可能還要追劇或者是我可能要打電動 是 或者是我要經營官方粉絲團 有時候還要臉書直播一下 對 可是有時候可能你就會遇到一些卡速的問題 然後或者是你要載一些檔案比較大的時候 你載會載不動 對就等了很久 對 然後就等到翻翻 可是呢 這一支LG G5 Speed 它搭配了中華電信最新的3CA 沒錯 就是這個問題我在玩了這陣子 其實發現我剛剛說的那些問題完全都忘記了欸 哇 真的非常棒對不對 非常厲害 所以就是使用過了我們這一支LG G5 Speed之後呢 就會離不開它了 對 因為呢 小色使用 不管要下載啊 或是在使用的時候都這麼的順暢便利齁 真的是讓人一視乘主顧對不對 對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一點 不露電力的部分 欸 那接下來剛剛好像還有跟大家提到齁 剛剛是第一點不露速 嗯 那還有剛剛跟大家提到就是 就是不露電力的部分 欸那這個是怎麼樣來做到的呢 嗯其實我要先說 我其實最近真的玩到LG G5 Speed的這支手機的時候 對 其實對我來說我覺得很驚豔 嗯 因為我一開始先看到它的手機的機身是金屬的 非常有質感之外呢 其實我最厲害的發現就是它可以把它取式的電池欸 喔 是最厲害的設計 它下方式的設計 對 拔開 就是常常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其實我最近也才知道啊 就是大量的使用網路 是 是非常耗電的 沒錯 對 可是當你很容易沒電的時候 你就要拖著一個長長的線 嗯 然後拿著 你可能在外面跑活動 或者是 你在外面工作啊 對 幹嘛的時候 你要帶很多個備用的行動電源 嗯哼 那有一條線 對 然後你要充電的時候就大機帶小機 其實很麻煩 嗯哼 常常會半倒人家之外 你可能手機很容易掉在地板上 對 對 可是這一支呢非常厲害 它是可以直接更換 嗯哼 很快速的更換電池 我覺得非常美觀之外 嗯哼 其實我自己覺得非常便利 對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剛剛其實呢 我們動畫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呢 我們這一次呢 我們LG G5 Speed 它的金屬外殼 以及呢 它可以充取式的電池設計 也是我們LG的獨家 目前呢 是只有我們LG才做得到喔 這很厲害 對真的非常的厲害 對 所以呢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二點 不漏電力的部分喔 好 那剛剛好像還有跟大家提到 欸 就是拍照的時候 不能遺漏了美景對不對 不漏美景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嗯 我相信現場很多人都很愛拍照 嗯哼 那其實你自己有時候 到了一個很美的地方 你就會想要捕捉下來 對 可是有時候你就會覺得 哇 就是那個鏡頭 怎麼就是 不像你眼睛看到 就是可以捕捉到這麼美的美景 可是這一支很厲害 它有135度的廣角 對 它的主鏡頭就是可以 嗯 雙主鏡頭 對 它是可以拍得到 嗯很廣闊的一個景象 嗯 而且我們其實知道喔 像這個黃魯啊 常常拍戲的時候 都是很多人有沒有 有沒有 有的時候想要來一個什麼 大團拍 大團拍的時候 欸 大家在站幾點 在站幾點 實際上是蠻蠻靠近大家 是蠻好 可是就是有時候 你可能布景啊 蠻美的 你想要一起拍起來 就拍不到 拍不到美景 可是我覺得這裡面很厲害 一個地方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玩 發現說它以前啊 就是可以zoom in 可是這支竟然可以zoom out 還可以zoom out 對 就可以拍得更廣 對 可以拍得很廣 然後我覺得這支很厲害之外 其實裡面我發現它有一個功能鍵 它是很像你們專業相機的規格 它是好像可以調光圈 其實我這個部分 因為我平常沒有在玩相機 我不太懂 可是我相信 喜歡玩專業相機的朋友 玩到這支手機你會很愛之外 就是你對照片比較有要求的 你可能也會很喜歡這支手機 因為裡面的拍照就有美肌的功能 哇好棒喔 對 手機就有搭載了專業相機的規格 對 讓大家可以拍出更美的照片 再搭配它的雙組鏡頭 擁有78度以及135度的超廣角 可以把你所有的親朋好友 以及美景都一次入鏡 對不對 真的是相當的棒 對 然後我覺得它還有另外一個很厲害 然後它真的很貼心的功能 就是平常可能大家出來都不太會 有些人會帶手錶沒錯 可是你會把手機當手錶用 欸對啊 因為像我自己本身不帶手錶 對 然後我就會常常要去按 就是可能打開的時候 你可能開耗電 然後去看說到底現在幾點 可是這一支手機非常厲害 它是全天候就是 它是有待機的狀態 就有一個完全看得到 其實大家不知道現在拍不拍得到 其實現在到只知道下一個幾點 是 不用去按 就已經看得到這個 這個叫做Always On 對的 可是這個它不耗電 它本身已經不太會耗你本身手機的電力 好 我覺得這也是非常貼心的一個地方 哇真的很棒 剛剛我們聽到動畫的分享 就發現呢 其實我們的女神 對於我們這一支LGG 5 Speed 真的是相當的有研究欸 因為我真的 我一網就真的愛上它 真的它有太多讓我很驚豔的功能 所以我拿回去 我相信可能晚上都會熬夜在玩這支手機 對大家用過之後呢就會離不開它 就像我們鬥畫一樣離不開它 對不對 那其實呢剛剛我們這個鬥畫有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呢 可以讓大家享受我們急速飆網的快感 因為有搭載我們中華電信的3CA的技術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現場做一個實測 做一個科學的實證 要來告訴我們現場所有的媒體朋友 就是呢 使用有支援3CA技術的手機 跟沒有支援3CA技術的手機 到底呢 兩個的速度會差多少呢 來我們黃魯的手上拿的這一支呢 就是我們的LGG 5SPEED 那在螢幕上呢 是在您的左手邊 您的左手邊是有支援3CA的LGG 5SPEED 好那呢 在這個大螢幕的右手邊 右手邊的這個分割畫面呢 是我手上拿的這一支 它並沒有支援3CA哦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同時下載一個500M的示範影片 讓行 好已經看到呢 哇 我們 兜花費兜花這邊呢 已經來好了掌聲鼓勵一下好不好 速度就是這麼的快有沒有 好那我看到呢 我的這一支裡面 應該只下載了十幾杯對不對 所以呢就是速度上來說 真的是 差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呢 會 會不耐煩耶 有時候就會放棄玩那個遊戲 或者是放棄追局 可是真的有這支手機 真的太便利了 就是你完全 都可以不會發生像我剛說的那些問題 我覺得很厲害 真的超厲害的對不對齁 好的那如果呢 大家等到剛剛實測的畫面呢 沒有拍清楚的話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工作人員呢 隨時都可以在面對舞台的右手邊 讓大家來補畫面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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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